打针 是啊 打针了 下午找了工作人员 带她去打针代替我 工作人员 没事没事 不是毛纹 看猫而已 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我想送她 但是 我下午要打训练赛 训练赛赢了 你说跟谁打 不告诉你们 女朋友 对啊 佳琪也很喜欢她 我和她一起养的 这还不如李恒硕那个二傻子呢 乖 有什么毛病 又讨厌又要扛 你让开 别怪我直播 虽然我讨厌她 但是也不妨碍我看她直播演戏啊 这个人 满嘴谎话 张嘴就能骗人的人 多难得呀 这就是活生生的教科书 教育我们 电竞圈的男人不可取 说什么疯狂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自己遇不到好的 在这儿输来输去 什么叫我遇不到好的 那还怪我咯 好 那你跟我说说 电竞圈里面有几个这样的好男人 打游戏打得又好 长得又帅 又有耐心 不乱搞还不骗人那种 有啊 谁啊 我 我 要不要试试 你在说什么 什么情况 好 随便说说 看你那样 有没有出息 这种话是能随便乱说的吗 是啊 我想乱说就乱说 你不想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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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都洗得清 你这么一说 队长最近确实古怪 对吧 是吗 你觉得哪个部分比较古怪 队长最近 爱喝水了 电竞圈的男人啊 呵呵 我想静一静 我去 许太能出事了 看这个 卧槽 许太能皮特丁 许太能骗粉 有偷有真相 渣男黄化精 买买买 嘻嘻嘻嘻嘻嘻嘻 这个以理智民是谁呀 DQ5打野 睡粉 实锤啊 今天供花鸟市场 买回来的小猫 开心 仿佛有了羁绊 也有了企特 这以理智民倒是谁呀 这不会就是那个被 的粉丝 还敢买衣服 怎么没粉丝跟我买衣服 因为你没有粉丝 但是我要你呀 渣男 果果你疯了 果果你不配什么 要相信黑子 疯闭犯了吗 那这个给以理智民点赞的 果果又是谁呀 纸张 还能是谁 当然是以你之名本人一个人 还能这样玩 许泰伦不是天天在直播间说 他和女朋友宁佳琪 有多么多么的好 又要在微博秀恩爱 也不知道是哪一次 成为了鸭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妹子被逼急了 直接爆发了一波 RQ2连定向爆破 直接把你血带走 好 你们怎么这么八卦 他还说其他战队 OBL水平臭呢 我觉得我被地图泡了 幸好